好 好 這個林老師他氣質 非常的典雅 那麼白面書生 那你這個本來去法國讀書 那法國讀書你後來選了 讀對於道教的研究 你本來不會覺得這樣半信半疑 其實我以前從小鵝鱸木蘭 那時候說一定要學 學的時候 我們那個年代都會說好像有點迷信 去學校也不敢說你們家在創什麼 說不出嘴 我家在開廟 讀書 我們白書塞公 因為分不清 就是我們剛才講到讀書塞公 甚至基統大家分不清 那些人不會開學 所以當時基本上我們都是隱而不鮮 不敢去說出來的事情 不敢說 不敢說 那些理院士說應時應運 應時應運 所以說現在這個東西 真的跟當時不太一樣 那時候不敢說 對 所以那時候開始學 開始做 半信半疑 是 直到有一次 差不多 我十八九歲而已 開始做的時候 我們家裡來家的 如果有問題 先黏一個米瓜 米棗米瓜 然後我們就開始做了 那我們當時學的都是整套 但是譬如你如果來 你的問題只有這樣 我們只要做一二三四個程序 我譬如我學了十個程序 一段時間還年輕 剛才一個真的精神有問題 要怕 他以前阿公 老闆在說 你在做 要做那個小的 跟你講錢 所以做的時候要稍微看一看 那一次就是本來只要做一二三四 我做了一 到十都把他做完了 然後做完了也很神奇 我用最直接的靈印感受 做完之後 他就是跟我們感謝好 就起來 有人帶他來 過一分鐘又來了 突然說我嚇過 拜我為師 我也剩一個 然後他就把整個流程講 就說我擲擲 沾出來那個過程 他下去不知道這個要怎麼說 他說跟他當年經過一個橋 看到那個水勞西的油魂 一模一樣的情節 要說他做好就漂亮了 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就感受到說 這個東西做了就好了 那後來就陸續會遇到嘛 我們剛才說這種實證的就是真理嘛 他就是一定有感覺 後來做起來就越來越有 不要說什麼信心 就是說我們越來越投入 就覺得這個東西 我們在做研究做儀式正確 跟信仰正確 我們只要叫我們祖先傳下來這個東西 一步一步做得好 他東西他的臨意就造出來 有效 對 你怎麼去哪裡的臨意 臨意是說我有看到什麼 你如果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們是讀書 讀書有一些修煉嘛 但是我看到的是在一個比較正面的 譬如說這個做酒的場合 有一場叫做赤水浸潭 這水金冬 有一段 那個讀書要調查觀眾 招官將 去幫他刑法 去做事 變身成張天師 那段 我在錄 我以前做紀錄 那段怎麼錄 就是當機 準備兩臺還是當機 我就覺得很特別 我就去禀告說 我這件事要做研究 後來就可以錄了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我們在說 我們這個宗教經驗 有些是視覺 聽覺是嗅覺 有一次很明顯的是 整體的感應 正在那段都做研究 那段破火的研究 有一段 他是把整個壇場 大掃除捷徑了 那可以文章 天地寧 日月明 那就是整個感覺宇宙重建 那時候正經就是說 他說要夜天庭 拜夜夜 要去堵黃軍 要去炒幾個宏軍 大神的時候 我那時候覺得 正經滿天的心度都走出來 那個你如果說我有那種 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這邊 看到那種不好的 看到我沒有過 但是我們會感應到某一個空間 譬如說我們上次也在說 有時候一些地方 有人非正常死亡 沒處理乾淨 總是有一個煞氣的臉 煞氣的臉 我們會有感覺 會有感覺 我最近廣播訪問了一位法國人 那他已經取得臺灣籍了 他叫吉雷米 那這個吉雷米 他喜歡慢跑 他說他已經在臺灣半馬 全馬 超級馬拉松 他已經跑超過三百場 他說他是靠獎金活的 他有一天去跑的時候 他說他從來就沒有碰過那個鬼魂 結果他說他有一天 一個人在跑 在練習的時候 他忽然在後面看到一個女生 在山林裡面 很暗 他看到一個女生然後穿白色的 然後頭髮上來 他說他嚇死了 他轉頭過去看 那個女生在 而且跟著他跑 但是他說他過了睡覺以後 不見了 女生不見了 他說那是他唯一 這一輩子碰過的一個靈異 你相信那是靈異嗎 這一種經驗我們聽到非常多 訪談的過程非常多 請參考這是呂鳳茂老師有作序的 你剛剛講科學嘛 就是說其實讀宗教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你必須認識一個 一個 一個 有一個心態 未知永遠比已知的大很多 未知永遠比已知大很多 這同意 同意 所以人類才要不斷地探索 那所以這位是謝仁俊醫師 他是腦神經的 腦神經的醫師 然後他有很多是醫學 沒辦法解 沒辦法處理的 然後他去做了一個田野調查 有關於靈療的部分這樣子 對 那所以你剛剛講說 有沒有腹靈 顯靈這些東西 這本書裡面是其實還蠻多的 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對 那剛才 剛才老師說的 那個 那些所謂的靈異經驗 就看你要用什麼角度去看他 那如果你用像很多的道長 都是用很悲悯的心情去看他 都是希望能夠幫助他這樣子 我對你這部電影裡面 有一個 有一句話 就是善良是最好的符咒 對不對 我想那句話會 會是一個很重的一個打動人心的一個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應該講說力量吧 我這邊可以分享一個故事嗎 請說 忍不住就當成 那個主持人要強調 有一對 這是真實的案例 這一集我比較輕鬆 這是真實的案例 這是我的 我上課的 我跟他上課的一個老師 我就顧影其名 然後他是 他有一對朋友夫妻 是北港人 然後本來這個父母是 爸爸是葬在北港 那因為他們在臺北 對 就是發展得很好 就想說把父 把爸爸的那個 這個骨骸牽到臺北來 他方便比較容易去祭拜這樣子 對 而且是給他買了地公 所以地公就是說 他是骨灰變成一個骨灰甕 對不對 他不是放在塔 他是埋在地上的 這是地公 那是比較貴的 結果埋下去之後 就都做完之後 他其實是一個孝順的一個心情 但沒想到大概不到兩年之內 他的孩子在英國 就是發病 然後他的先生在臺灣也發病 那另外一個在美國也發病 那所以他已經覺得這次沒有 都是先去看醫生 可是都覺得是不對 就查不出是原因來 所以他就拜託我的老師 那我就說 那先看祖坟 你知道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先 從這邊 從這邊左手這樣 就去看 根本還沒有打開 他只看到那個痕跡 他就說完了 你這裡面全部泡水了 結果就把地公 那個地公那個整個打開 真的泡在水裡面 對 所以後來他說怎麼辦 他說那要趕快遷走 所以他們最後還是決定遷回北港 這樣子 對 然後那個賣這個位置的 這些所謂的殯葬公司 就說很抱歉 那這個先生就說 那我們這個不要了 我們賣回給你多少錢 這樣 他說賣回給我們的話 我們還會再退你 大概一百多萬 這樣子 對 然後這時候太太都沒有講話 突然談到這裡的時候 太太說我們不退 你把這個封起來 不要給任何人 我們今天受這個苦 這個地方會進水 這個就是善良 我們怎麼忍心 讓別的人也遇到這樣的事情 所以他說這筆錢 我們就認了 你封起來 你一定要答應 我們封起來不要賣 後來他們就拜託老師 幫他們在北港 又安葬好了 然後這個時候 先生就很緊張 他說老師 這樣紅水都好嗎 都不會有事嗎 他說你都不會有事情 因為你的太太 你娶了一個好太太 他一心的這個 他一個善念 所以叫做一善破千災 一善破百劫 所以他這個善 會讓他後面的這個 一路順遂這樣子 所以他提到的這種 所謂的這個善良 是最好的符咒 我用這個故事來呼應一下 導演的這句臺詞 我在寫這個臺詞的時候 也是一個靈感來的 我覺得非常棒 善良是最好的符咒 這真的是 好 那麼這個美人 他去讀政大宗教研究所 你當時怎麼會想要去報 這個說 好 我是先這個上了一些課 然後我們有個好朋友 叫索菲亞 然後他就說 我那當時 我有在宮廟做很多服務 我是臺灣媽祖聯誼會的秘書長 我其實對這些東西不是很熟 也不是很瞭解 那只是因為有一個名在那裡 那我就想說 有沒有什麼機會可以更精進 所以我就上了一些的課 然後遇到索菲亞剛好跟我聊起來 他說你應該來報宗教研究所 我說那要考世界宗教史 還要考這個宗教英文 還要考國文 就是他要讀很要考試這樣子 然後你就準備這樣子 所以後來我就準備了大概半年 大概準備了半年 然後去考試 那我就一直認為說 就像剛剛鄭大哥講的 政治還是什麼廟室 第一政治第一廟室 那廟室 對我對我來講 我的想法是選得上服務人民 選不上服務神明 所以人民跟神明 是我覺得餘生可以盡力的地方 那所以我覺得宗教是可以 這個不斷地可以專研進去的 所以我當時就決定去讀 去考這個宗教研究所 我還記得我當時是疫情 我去考試的時候 還要還要排隊 還要那個對很多資料 然後我一過去 他就說 他連抬頭都不抬頭 那個政大的學妹就講 疫情期間家長不可以陪考 不是考生 對啊 就還蠻可愛的 那後來就也這個很榮幸 這個可以成為老師的學生 然後在政大宗教研究所 真的學習到非常非常多 非常鼓勵大家來讀 政大宗教研究所 這位就是我的學妹 恭喜美人節 那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來先休息一下 電視大宗教研究所